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希望选出来的人 第一 在政府方面提出好的政策 第二 立法会议员能够与政府互相规合和制限 政府提出好的建议 要全力支持规合 政府的政策 尚有不足的地方 立法会议员也不能做单清一色的橡皮童章 不是举手机器 要提出好的建议 将政府的方案 优法 原本90分 我们尽量 立法会议员将它提升到98分 99分 这样 香港社会就会开始 第二 我觉得 其实香港就是慢慢做 由劣及自 将来我希望是由自而轻 而这个轻 就是一定要育有国家法治 十四年规划 已经讲了香港各方面的定位 而刚刚前两天 先宣布了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就是将前海放大了七倍 还有也都说明了 香港在这个新的定位之下 是发挥什么的优势 比如说 我们金融的优势 创新金融 科技金融 这个不需要说了 一向是香港的强迫 但里面又有提到 香港将来和深圳合作成为科研基地 科研中心的基地 也有提到 香港将来和深圳合作建设一个医疗中心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办医院等等 也有提到 香港的一些名牌大学 全世界排头100名的那些可以进去内地 尤其是在深圳 开分校 种种我觉得 香港在社会的环境平静了 安定了 其实我们就要留香港如何发展 如何进步 让大家一起有好人自我 实现总书记提出的 共同赋予这个皇位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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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